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姊妹第四幕区黄继英 在我未参加小组之前 一直都有头痛及失眠的情况 常常痛到想吐想撞墙 所以也挂过急诊 做过脑断层检查 但是没有任何的诊断 可以说明这样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病 常常痛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是吃肌肉松弛剂 及止痛剂来舒缓一下 到了晚上更是令人难熬 白天工作已经筋疲力竭 躺在床上却两眼瞪大 辗转难眠 开始鼠绵羊听音乐甚至闻精油 试图想让自己睡着 可是却常常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这样周而复始的状况 让我的精神压力更大 所以失眠和头痛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当一月底我参加小组时 听到了小组长Nancy 得医治的见证 小组长并告诉我们 今天神要在小组 做医治的工作 于是我将自己头痛 及失眠的问题 带到主的面前 求神怜悯 并且医治他 神奇的 当天晚上回到家 我没有服用止痛药和安眠药 竟然已觉到天亮 享受了二十多年来 从未享受过的美好睡眠时光 而且头痛的情况也不再发生了 感谢主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我再也不用依靠药物了 因为我知道全能的神 已经完全医治我了 我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我是节日牧区 众仪小组的众仪 最近经历许多神的恩典 和前夫居住在一起的儿子Joseph 半年不见 就在今年的2月27到3月1号 难得有机会来到台北住我们家 我和家人都很感恩 尤其是Joseph的妹妹Christy 非常珍惜和哥哥相处的 每分跟每秒 感谢神透过家庭祭坛 和医治服事 化解了儿子对我多年来的 愤怒与误解 神为我伸冤 也医治了我们彼此的伤痛 我带儿子去挽从 透过牧师的信息 让儿子更深地了解 十字架的真理与大能 信息后 有一位穿黄色背心的医治童工 为儿子做脚和肩膀的医治服饰 儿子的头觉得麻麻热热的 他感受到他的肩膀跟他的脚 已经完全得医治 在启示性祷告时 神的爱融化了孩子对我多年来 在心中的一道墙 当我问儿子是否愿意受洗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牧师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更深地被触摸 并且神恢复了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的里面也觉得得到极大的安慰与释放 神如此恩待蒙恩的我跟儿子 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作为 感谢三美主将荣耀归给爱我们的天父